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个战神一的特别篇挑战任务 也就是众神的竞技场 那么一代的这个竞技场呢 是公认的历代最难 到二代三代呢 是越来越简单 大家也看过三代的那个竞技场了 非常非常简单 好这边第一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呢 是这边时间给的是一分钟六十秒 要将八个这个有盔甲的这个敌人呢 推到这个下面去 让他们掉下去 但是不能打死 打死的话就算任务失败 所以一个都不能杀 那么我推荐的打法呢 就是用这个投技 就这样抓一下 这样他们会后退 那后退呢 就可以把他们挤到悬崖下面去 当然先要对准方向 而且敌人打到你的话 你是会被弹飞的 所以说你其实也是很容易被敌人 弹到这个悬崖下面去的 所以要当心一点 这边 反正看他离哪边近呢 就把他往哪边推 那第一个任务就结束了 好第二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呢 是给的时间是一分十五 一百十五秒 那也就是将近两分钟 那这里的任务目标呢 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弓箭手和这个士兵 全部杀掉 这个空中的那些鸟 可以不用去管他们 他们是无限刷的 好 这边第一个平台搞定了 赶紧到第二个平台去 这弓箭手呢 你可以像我这样 一下甩死两个 还甩不死 那这边弓箭手比较快的方法是这个方块两下 就可以干掉了 然后这边这个大平台上的四名 这个杂兵呢 推荐大家用空中L1加圆圈 蓄力蓄到最满 这招呢 不但是攻击力大 关键是他有这个吹飞效果 可以把这些敌人吹飞到这个 把他们弹到这个悬崖下面去 这样就不用打了 因为他们掉下去是直接摔死的 那就是这个策略 好 这边可以适当放一次 这个哈迪斯的军团 因为这一关是可以使用 一下这个神力 不过这个魔法很快就用完了 好 直接打下去 好 站下去 这边还有没有人 这边还有个弓箭手 两下方块干掉 不要浪费时间 这边这个逛了一大圈 那回到初始这个平台这里呢 任务就完成了 好 人全部杀光 好像时间还剩将近20秒吧 好 时间给的还是比较充裕的 那第三个任务呢 就是经典的杂罐子任务了 给的时间好像是20秒 还是21秒 然后这里仅仅使用这个轻攻击的前两段 还是一样的和三代 好 应该说三代和一代一样 尽量一次攻击打掉两个 好 这边也是这个压哨 最后一下 零秒的时候完成了任务 这个刀都没缩回来 好 接下来这个任务呢 是这个任务有点恶心了 哎 这边抓错人了 这边这个任务呢 虽然说这个时间是没有限定 但是他的任务要求比较严格 需要干掉四头这个米诺牛 然后呢 又不能干掉这个杂兵 干掉一个杂兵的任务就算失败 而且那个米诺牛如果把杂兵杀掉 杀掉的话 同样会算到你头上 也是任务失败 所以说这个 这关呢 就要耐心一点 跟他们周旋一下 然后哎 这边比较惨 那这个打法呢 就是空中投这个米诺牛 好 看准机会用这个 空中投技 好 这边抓他一下 米诺牛用这个投技杀掉呢 是可以补那个绿魂的 所以说被杂兵砍几下 也无所谓 不要这个防御反击 杂兵还是比较脆的 好 继续走到身边 对准方向 用这个跳空 哎 这边没跳起来 好 空中在抓头 那这边这个米诺牛 是比较脆了 好 抓 再抓 好 那么任务完成 四头这个米诺牛 然后接下来第五个任务 这个任务非常有意思 使用这个公路车 射对面那个平台上的那些人 这个外圈走的那六个 六个士兵呢 是这个敌人 然后内圈走的那三个人呢 是民兵 那我们的目标呢 是不能误伤到民兵 把那六个敌人全部干掉 好 这个东西的诀窍呢 就在于 当敌人走到 哎 这个 怎么说好呢 两点钟 这个玩自食战略的游戏 的同学应该比较熟悉 这个两点钟的位置的时候 就拉开弓 这样拉到底的话 刚好那个敌人就走到六点钟的位置 刚好 刚好打掉 因为他们是匀速前进的 而且我们拉弓呢 也是匀速前进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差刚刚好 这边失误了 还好没有打到这个民兵 好 走到两点钟的位置呢 咱们就拉开弓 这个任务也是顺利完成 那么接下来第六个任务呢 这边是有限时的 是35秒 那咱们的目标是跳到对面那个平台 但是这个除了平台移动比较快以外呢 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弓箭手来干扰 而且都是爆炸弓箭手 所以说非常危险 被他们射到 就算没射到的话 这个掉在地上的那个爆炸键 还是会打到你的 最后那个两个平台移动比较快 好 这里赶紧过去就行了 不用去管那些弓箭手 最后两个平台移动比较快呢 就是这个在那个倒数第二个平台 移到左边的时候 当他刚开始往右移动的时候 就可以辞跳了 好 接下来这个任务呢 给的时间是一分半钟 然后这个目标是无伤 杀光所有敌人 那咱们就是用这个猥琐的战术了 当然这一关用那个L1加圆圈的吹飞 也是不错的 可以把敌人直接吹到这个平台外面去 也是节省不少时间 那我这里使用的是 方块三角三角三角这招 三架三角的前两下全部灰空 然后最后一下砸到 这样工资力是非常高的 这边还可以使用神力 好 实化 好 死了 那这边这个任务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接下来这个任务就比较恶心了 这个第八个任务 是虽然不是最难的一个任务 但绝对是最烦最浪费时间的一个任务 这一关的这个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杀光所有人 然后这一关是没有魔法的 那这一关难就难在这个敌人是茫茫多啊 而且是这种杂兵配合美毒杀 你要是不当心被实化的话就前功尽弃了 这里的杂兵你会以为它是无限出的实际上是有限的 好这里咱们就快进一下 这个实在是太漫长了 我这次打了十分钟 好 我们策略还是尽量用这个空中L1加圆圈的这招蓄力 把它们这个吹飞到场景外面去 但是这个美毒杀照的时候就当心一点 好 这边被实化要干净摇掉 来把它们那个杂兵的话无所谓 关键是把那个美毒杀多震到这个场外去 这样后面会比较省力 好 有一些杂兵死掉是会掉绿魂的 所以说如果血不多的话 那个杂兵被美毒杀实化就不要把它们敲碎了 因为敲碎是没有绿魂补质的 那如果说满血的话 看到杂兵被这个美毒杀实化 那就赶紧不要手软了 好 我现在是三倍速在放 可以看到 还是有大概打了三分钟吧 三分多 这个敌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这关是对大家这个操作稳健的一个考验 有时候你打到这个快打光了 人已经开始慢慢扫下来的时候 被实化敲碎的话 那种那种心情绝对是 好 我就不多说了 这种事情我也是遇到过了 所以说我还是打得比较保守 如果一直用这个空中LE加源泉的话 还可以打得快一点 这个背景音乐比较欢乐 听得出来是什么吗 这游四季大家应该都玩过吧 好 这边这个一般的杂兵死光了呢 就只剩下美毒杀了 好 看到这种情况呢 基本上这个战斗已经快 接近终点了 但是不能大意 因为这个美毒杀才是咱们的最大的敌人 也是最危险的 他们放石化光线的时候 千万不要跳起来 在空中被这个石化掉下来 是直接摔碎 没有任何机会 这里要是摔碎的话 就功亏一篑了 还是找机会用这个空中LE加源泉 然后用这个三角三角三角 前面挥空砸他们 或者是用2121方块 也可以吹飞 好 这边有QTE的话 就不要手软了 当然你这个出QTE的杂兵 再打他一下 他也死了 随便吧 这个能抓就抓 抓不到就打死 反正这个蓝魂 对我们来说也没有用 这关这个不能用魔法 好这个空中只剩一条就可以空中无线头了 OK回来 这边呢最后一条 这样空中无线头 OK总算是结束了 这个任务也是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万一失败的话 这个retry起来也要花大量的时间 好这个第九个任务呢 并没有这个想象中这么难 给的时间也是比较充裕的 好像有一分五 一百五十秒吧 好那么任务目标呢 是这个杀死四个这个巨人 这个潘多拉守护者呢 不用去管他们 他们是无限刷的 咱们这边策略呢 就是这个方块三角三角三角 哎这边出错招了 最后那架三角如果按住 就会变成刚才那招 好走到人少的地方 前面几下灰空 最后一下杂到就OK了 不用去管那些这个 潘多拉守护者 好看到他们过来呢就赶紧走 那这个巨人出提示呢 不要去这个抓了 直接用一般攻击干掉 这下好像是不能防御的 一般三四下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巨人打出QT 或者说打死了 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好这边又出提示了 那出提示以后 一个方方三角就可以搞定 好最后一个咱们放一下魔法 这关好像也可以用众神之怒啊 好这个禁制场是可以用众神之怒 我想想起来了 这个众神之怒用掉以后 后面就不能用了 所以说推荐大家在最后一关用 好这边是最后一个了 OK任务完成 时间好像还剩不少吧 那这个第九个任务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第十个任务 这个是难点了 如果第一次玩的话 很有可能上去就被打下来 这个任务呢 是这个到这个小平台上不断杀敌 然后让这个平台上升 最后上到上面的这个平台就OK了 然后这关的敌人配置呢 是这个三头犬又再加上这个羊头 也就是潘多拉守护者 这里赶紧爬上来 那这个平台很小 而且没有护栏 然后敌人的攻击欲望呢 又非常强 很容易被这个 就算你是采取一直防御的话 还是会被他们打下去的 所以就非常危险 咱们这边采取的打法呢 是这个三下方块 然后最后一下按住 前面尽量挥空 防止被反击 然后最后一下尽量挥到底人 这样可以把他们吹飞 而且这个范围非常大 几乎能够覆盖半个这个场地 那三头犬的话就无所谓了 主要是这个羊头 他尽量会防御 非常灵活 好那么这个打法呢 是这个仅供大家参考 还有很多打法都可以 比如说R1R1方块 也是同样的效果 利用最后那一下吹飞攻击 还有一种 我看到比较这个稳 稳妥的这个打法呢 就是不断防御 连点这个L1 利用这个敌人攻击你的 那个即时防御 然后按方块反击的那一下 大范围攻击 把他们弹下去 那样的话 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比较安全 好那么看到差不多呢 赶紧跳上去 那这个十个挑战任务就完成了 这边还获得一个金杯 好也是比较恶心啊 这个挑战任务 那完成挑战任务呢 就会开启这个隐藏服装 一共是好像四套还是五套吧 那就是这个 那咱们来看一下 选择新游戏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有最高难度高的难度 然后咱们随便选个难度 好这边第一套这个厨师装呢 这个效果是蓝魂三倍 绿魂1.5倍 好其他是好像不变吧 然后这个潜水员装是绿魂三倍 蓝魂1.5倍 攻击力0.5倍 然后这个黑帮老大衣服呢 是惊艳四倍 然后攻击两倍 防御只有四分之一 然后这个奶牛装呢 是红魂蓝魂绿魂全部两倍 攻击力0.5倍 最后这套艾瑞斯装呢 是攻击两倍 防御四倍 然后好像绿魂是1.5吧 然后红魂是两倍 就是这样 这四套衣服 好可以看到最高难度下 高的难度是不能使用隐藏服装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咱们使用这个bug 使用这个无限魔法 而且这些衣服 你换上以后 它们武器也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这个宫门包衣服 你换上以后 那混沌之刃就变成两个宫门包了 非常有意思 好到这里呢 战神1系列的视频 也是圆满画上了句号 谢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 那么战神2呢 由于学业上的原因 可能会这个过段时间再录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